看微臣世界,勿佛法皮毛 虽然向日葵的中文名字因其花絮随太阳转动而得名,其英文名字Sunflower却不是因为它的向阳特性,而是因为其黄花打开后类似太阳的缘故。 向日葵属植物包括52种以及许多亚种,全部都是起源于北美洲。 驯化种由西班牙人于1510年从北美带到欧洲,最初为观赏用。 19世纪末,又被从俄国引回北美洲。 16世纪末17世纪初,西班牙人或荷兰人把向日葵种子传到南洋一带,又从越南传到中国的云南,然后逐渐从西南往北方传播。 大约在一百年前由俄国传入中国北方。 最早记载向日葵的文献是明末学者赵涵所著之品,该书出版于1617年。 其中明确写道,又有向日举者,万利坚西翻僧写种入中国。 干高七八尺智障于,上座大花如盘,随日所向。 花大开则盘种,不能复转。 这段文字不仅明确指出向日葵是由西方来华传教士引入的异域植物, 而且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向日葵花盘向日的习性, 开放之前才随太阳转动,开放之后便不再转了。 向日葵是美洲原住民最早开始种植的作物之一,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300年左右。 另有证据表明,美洲印第安人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, 于现在的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地区就已经种植向日葵了。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认为,向日葵可能在玉米之前就被驯化。 另外,许多美洲原住民,包括阿兹特克人、墨西哥的奥托米人以及南美洲的印加人, 都使用向日葵作为他们太阳神的象征。 像日葵种子,叫葵花籽,含有蛋白质,脂肪以及多种种植物。 维生素,叶酸、铁、钾、钾等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。 葵花籽营养丰富,味道可口,是十分受人们欢迎的悠闲零食。 向日葵油含有70%的亚油酸,丰富的维生素液和胡萝卜素,并且溶点滴, 在17-27摄氏度时即可溶解,不含有害物件酸,是价值极高的保健油,也是国际流行的首选保健油。 向日葵的花碎,种子皮壳及精杆可做饲料及工业原料,如质人造丝及纸浆等,花碎也供要用。 据说,向日葵根用水肩服,可治疗尿贫、尿疾、尿疾等疾病。 向日葵对土壤要求较低,在各类土壤上均能生长,从肥沃土壤到汗地、极薄、盐碱地均可种植。 不仅具有较强的耐盐碱能力,而且还兼有吸盐性能。 向日葵还有一个特殊的环境保护功用,可被大量种植,提取土壤中的有毒成分,如鲜、深河油,并可过滤用于中和放射性同位素和水中的其他有毒成分和有害细菌。 在切尔诺贝利和事故之后,他们就被用来从附近的一个池塘移除色异三七和四九十。 无毒有偶,类似的方法也被运用于福岛第一和电战事故的处理中。 向日葵还是乌克兰的国花,目前成为乌克兰和全世界抵抗侵略以及团结和希望的象征。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,谢谢您的收看。 喜欢请点赞、关注、点击小铃铛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